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个地方讲到要悔改 而且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使你的罪得赦 然后你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是彼得所传的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 他讲到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而且要奉耶稣的名受洗 然后你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 有三个在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要悔改 我们若要重生进入神的国的话 我们若要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必须先回来 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够重生的 当我们重生啊 就像一个小孩生下来了 从母腹中出来了 刚出生的时候是很乱乱的 因为一生都是血 所以医生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把孩子洗干净 然后用白色的布把它包起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就是当这个婴儿一生下来的时候 就马上就要把它洗一洗 然后用一个干净的布把它包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步骤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第一个要悔改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你重生得救了 然后呢要受洗 这个就是洗干净了 然后圣灵要领到你 就是你要领受圣灵所赐的圣灵 这样就是把你呢 包裹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这三个当中缺一个的话呢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完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五旋节教派跟灵人教派的人呢 关于这个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他们以为圣灵呢 是他们私人产业 他们以为圣灵呢 是他们私人产业 好像只有他们呢 能够告诉圣灵 要往哪里去 要做什么 然后什么时候该来 所以圣灵呢 完全没有权利呢 离开五旋节教派 这是他们的观念 感谢神呢 我不是在五旋节教派重生得救的 我是在一个很传统的教会里面 重生得救的 因为我重生得救的那个教会呢 甚至不相信圣灵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时候刚刚得救 正准备要受水洗 所以我牧师呢 就跟我有点查经 所以他就给我看这节经文 他就说当你明天受洗 圣灵就会领导你 就像主耶稣那样 所以我就很高兴 可是我因为我都不认识 不明白真理 可是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我就抬头往上看 到底那个鸽子在哪里呢 我就抬头看 然后圣灵没有来 圣灵没有来 圣灵 圣灵没有来 对吗 圣灵没有来 圣灵没有来 所以我就想 或许他是隐形的进来 那你看我的背景就是这样的 后来呢 我就去一个神学院 当然我没有读完 因为没有足够的学费 可是我那个时候呢 跟保罗一样顽固 如果我遇到任何的五旋节教派的人 半个小时之内 我就可以说服这个五旋节教派的人呢 说方言是从邪灵来的 而且我有所有的经文来证明我的论点 所以呢我很成功的呢 把许多五旋节教派的人转过来了 甚至其中还包括一个五旋节教派的师母 所以等我跟他谈过以后呢 他就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不幸的 圣灵不是个人的产业 也不是专专属于五旋节教派的 那这位圣灵究竟是谁呢 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 我们对他了就有很多的误会 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第六节 他讲到说只有一位神 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 那神是个灵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他 因为他是个灵 他看起来就像光一样 他看起来像火一样 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十六节说 这位神呢是住在不可靠近的光中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 在约翰第八章的第十二节 在约翰第八章的第十二节 还有第九章第五节 他说我是世上的光 他说我就是光 所以神的样子就像火一样 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的二十四节 Psalms chapter fifty and the verse three 十篇的五十篇 第三节 还有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的二十九节 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就像火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在变化山上 这就是为什么在变化山上 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二节 当耶稣基督改变形象的时候 他的脸面放光如同日头一样 这个就是神的样子 他是灵 是看不见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五节这样说 他是不可见的 他是灵的这位神 他是灵的这位神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样说 他在肉身显现 成为人的样式 那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那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呢 首先是有一个神 就是那位全能的神 他成为人 名字叫耶稣 那耶稣是不是第二位的神呢 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十五节 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三节 耶稣基督就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你有骨头 你有这个骨骸这个骨架子 然后你把肌肉贴上去 突然之间这个骨骸呢 看起来就像人一样 或者是说你有一个雕像 然后你把眼睛皮肤放在这个雕像上 突然之间 那个雕像就看起来有了一个形象 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个不可见的神 这个不可见的神 披上了肉身 然后他就行在这个世界上名字叫耶稣 所以现在我们说耶稣是谁 他就是神自己 阿们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说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我是从父那里来的 讲到说耶稣呢是在父的怀中 另外呢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三十节 他说我与父缘为一 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因为他就是神 他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 当耶稣基督升到天上去了 他告诉每一个人 我要去了 然后把圣灵差遣下来给你们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十六节 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应许 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应许 是关于圣灵的应许 耶稣这样子说 是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 二十六节 他说从父那里呢会赐下圣灵来 我现在要你们稍微想一想 耶稣基督是从父那里才来的 那圣灵呢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呢 主耶稣基督跟圣灵都是从这位全能神那里来的 那这样的话圣灵是谁呢 他也就是神自己 阿们 阿们 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 只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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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这位神呢是有三个位格 只有一位神 可是在三个位格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们 所以神是神 主耶稣基督是神 圣灵是神 就如同神祝福了我们 就如同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 来改变我们 来使我们死掉的灵符摩过来 同样的呢 圣灵这位神 他来住在我们的里面 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更新变化的工作 在旧约时代 有很多描述到 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描述是关于神 神的性格 神的性格 神的个性 神的良善 在新约里面 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 神的性格 也很简单 而且他的性格 就显而易见 可是要认识他的灵的话 我们要怎么认识他圣灵的位格呢 因为我们不能看见 你能看见吗 你们有没有见过鬼啊 没有 可怜的人 你们要到印度来 那里有很多的鬼 有些时候 他就在我们家的附近走 他们就走过来就走掉了 他们也不搅劳我 我也不赶他们 我们不能看见鬼 只有猫有这样的恩赐 你们想不想这个事 你们男的不知道吗 就是猫啊 狗啊 牛啊 马啊 在所有动物当中 这四种动物 他们有一种恩赐呢 能看见邪灵 如果你看到这四种动物呢 那个样子很奇怪 譬如说 那个狗一直狂叫 这表示说 他们看见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所以神祝福这个妈妈狗的 圣灵就是神自己 他呢也有神圣的性情 神圣的个性 来证明说呢 让我们无可置疑的知道说 他就是神 首先 他是永恒的 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 希伯来书第九章 第十四节 他讲到说 他是永远的圣灵 另外呢 他是全知的 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的第十节 他参透万事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 神是无所不知的 另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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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提到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万人的事 他对每一个人呢 他都知道 圣灵也就像这个样子 在约翰福音第二章 另外圣经上也说 他是无所不在的 他是无所不在的 就是诗篇一百三十八 一百三十九篇 第七节到第十三节 那个地方提到说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 同时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 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耶稣说 他说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的 所以神是无所不在的 耶稣基督也是无所不在的 圣灵是无所不在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呢是无所不在的 圣灵呢是无所不在的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三十五节 讲到说至高者的能力 这是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的 他讲到说圣灵 就是至高者的能力 会来应批你 他会来应批你 当他的影子临到你的时候 当他的影子稍微 刚一碰到你的时候 就会使你怀孕 你能够想象圣灵有多大的能力吗 他甚至没有去触摸她 也没有向她吹气 就是他的影子 所以我们看圣灵是大有能力的 另外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 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 每一次当神责备以色列民族的时候 他就会安慰他们 有一次呢全以色列人就这样想 神已经完全弃绝他们了 这个时候神的心呢神就动了怜悯的心肠 他就告诉以色列民 去告诉以色列民 一个妇人只能忘记她所生的婴孩 有没有可能 可以吗 能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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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算有忘记的 我也不会忘记妳的 你看这些话是合得美的安慰的话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在以赛亚书61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说 耶稣基督的工作之一呢 就是来残果那破碎的心灵 而圣灵也是做同样的工作 因为是相同的神的性情 所以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同样的 因为只有一位神 不是有三个神 只有一个神 只是他们在三个位格里面 却是只有一位神 不是有三个神 一个神 可是他们在三个位格里面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没有圣灵的状况下 来过我们基督徒相过呢 难道我们不能只是重生得救 然后做喜吗 然后在一个好教会里头做一个好会有就好了 为什么有圣灵是这样的重要 我们可不可能做一个基督徒 可是却用不着圣灵 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 非常诚心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些答案 如果圣经可以给我们答案的话 那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不仅是你们 而且我也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是一个印度教的祭司 印度人呢 拜了三亿多的神之 这么多的神明 可是你看 基督教只有一个神 所以你看哪一边比较好 这边是三亿的神明 是不是 三亿多的神当然是比较好了 因为如果有一个神没办法帮你 至少还有很多其他神可以帮你 从前有一个人 有三个朋友 从印度来的 他们去中央国家 他们就到中东去工作 那这三个人呢 一个是回教徒 一个是基督徒 还有一个是印度教徒 他们是从相同的村庄来的 是很好的朋友 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之后 他们就决定回到他们的故乡去 去探望他们的亲人 所以他们就过了一艘船 就搭船了 当这个船开到印度洋的时候 突然之间 有一样的风浪大起 是暴风 那那个海浪风浪高的不得了 每一个人都吓得不得了 所以三个好朋友就抱在一起 就是像三剑客一样 三个人是相依为命 如果一个死的其他都死 所以有一个人就说 这个印度教徒就说 那我们不要都死 我们有很有能力的神 让我们都一起来呼求我们的神 所以马上的这个回教徒呢 就跪下来 把他的手伸向他们的神 他就开始呼求他的神 然后主就从上面往下看 哦 我忠心的仆人在那里 然后神的手就下来 就把这个人提了 就把他呢 就把他放到印度去 现在就剩两个人了 现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就祷告 哦 主耶稣啊 请你救我啊 请你帮助我 马上耶稣基督徒就垂听了祂的祷告 因为祂是一个应云祷告的神 所以马上呢 他就拆遣祂的使者 所以这个天使就把这个人带着 把他带到印度去 现在剩下几个人呢 一个 就是这个印度教徒 他就看到这两个人都有神迹发生 他就心里头就想 如果他们单有一位神就可以行这个神迹 我的神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他就开始祷告 他就呼叫了三位神 三倍的能力 哦 就三倍的能力 所以当祂就把祷告献上去了 第一个神听到祂的祷告 可是他还同时听到他呼求其他两个神的名字 他就心里头就这样想 可能第二个神会帮助他 然后第二个神也听到他的祷告了 哦 他还提了其他两个神 他们会去的 还有第三个神 他也做同样的事 所以这三个神都没有来帮助他 所以最可怜的人就死了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神 只有一位神 阿们 祂是真神 祂是活神 当你呼求祂的圣灵的时候 祂一定会垂听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呢 为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你不是自己的人 你不属于你自己 你也不属于你的妻子 你也不属于你的丈夫 同时呢 你也不是属于你的丈夫 因为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 所以如果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的话 他一定得在那里住在 另外呢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十六节告诉我们 是神的渴望 来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来跟我们交谈 来跟我们交往 来跟我们来往 在伊甸园里面 每一天 神都来跟亚当说话 每一天 彼此都会相遇 他们就会坐下来 像好朋友一样 触妻而谈 在约伯记的第八章 十七节这样的告诉我们 每天神来与亚当相会 可是在他犯罪之后 他就从神面前被赶走了 他就不能够再见神的面 那神就非常想念 亚当的这个相交 可是他里面这个愿望 怎么样去得到满足了 所以神就想了一个办法 所以他就命令摩西的建造会 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要在旷野里建立第一个教堂 因为现在很多教会的名字就叫会墓 比如说在呈现的第一个中国教会 三藩寺的第一教会 如果那个是第一教会的话 那隔壁那个教会就应该是第二个教会了 就像那样 第一个在旷野里面的教会 很感谢神摩西没有像我们这么聪明 如果他也这么聪明的话 他一定也有一个名牌 在这个会墓前 所以会墓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 第八节说 为了让我造一个会墓 让我可以住在你们当中 这是他唯一的原因 就是神要在他的百姓中间 为了那个缘故 他教他们建造一个会墓 可是即使这样呢 神都觉得不够完美 所以主呢 就想出另外一个更好的计划 让我为自己建立一个永远的家 就是我要拆遣圣灵 进到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 然后圣灵就会下来 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说 就是当那圣善的灵 他会来洁净我们的生命 使你的生命呢 成为一个安居所 让圣灵可以下来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 说我们是圣灵的店 我们是神的店 神借着圣灵来居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最重要的原因 神自己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 当他来住在你里面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得到几样的祝福 第一 圣灵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一切力量 鼓励安慰的源头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十六节到十八节 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来鼓励我们 来安慰我们 当耶稣基督跟门徒说我要离去的时候 他们听了都非常的忧愁 因为有三年半之久 这十二个门徒 他们都放下他们自己的工作 放下他们原来的职业 放下他们高薪水的收入 就像马太 他是一个税吏 祝达斯 也差不多是一个财务部的秘书 另外呢 那个犹大呢 也是一个几乎是财务部的秘书 另外呢 那个犹大呢 也是一个几乎是财务部的秘书 另外呢 其他的门徒呢 也都是生意很好的渔夫 他们都不是像我这样子像乞丐的 他们都是很有钱的 可是他们放下这一切 那他们大部分这十二个人都是已婚的 而且都有孩子的 包括彼得自己 他非常爱他自己的岳母 这是很奇怪的 通常呢 媳妇不喜欢婆婆 可是呢 你幸运的通常会很爱他岳母 这是一个奥秘 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看到说彼得非常爱他的岳母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有一次他邀请耶稣到他家去 他就要确定耶稣基督有为他的岳母祷告 所以你看这些使徒都是结婚了有孩子的 当耶稣基督跟他们说来 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妻子 放下他们的儿女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产业 他们的职业 每一样 他们就像孤儿一样 跟随耶稣走 一共有三年半之久 耶稣成为他们的世界 对他们来讲耶稣是他们的全所有 突然之间耶稣说 我要离开了 你可以想象耶稣 他的门徒一听到这话 他们怎么想啊 他们就感觉到完全被遗弃一样 好像被骗了一样 好像就觉得很失望 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他们 我不会撇下你们 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耶稣跟他说 我会留下宝慧师来给你们 那这个宝慧师呢 在希腊原文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他就说 我不会撇下你们如孤儿 你们不会是做孤儿的 神是我们的父 如果他是你的父 那你就不会是孤儿了 或许在世上没有父亲或母亲 可是我们有一个爸爸 可是我们有一个爸爸 有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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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如同你有一个爸爸 所以你就不会是孤儿 阿们 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觉得被撇下 你不是撇下如孤儿的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爸爸 那这个就是圣灵所做的 祂为了安慰你 来鼓励你 就是会一直鼓励你 让你心里头很知道说 神是一直与你同在的 这里头的美是这样的 当耶稣基督第一次 最先刚开始把圣灵介绍给他门徒的时候 他提到圣灵 他第一个介绍圣灵呢 是一位宝卫师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耶稣介绍圣灵的时候 首先提到的 他是一个保卫师 训卫师呢 这个世界上呢 有各式各样的人 有孤儿 从来没有尝到父爱或是母爱 同时也有一些人 他们虽然有父有母 可是却从来没有尝过 父亲或母亲的爱 都住在相同的屋子里头 可是父母对他们来讲 就像柱子一样 可能孩子跟父亲呢 只有说早安晚安的这样的一个交谈 所以他们没有经历到爱 为什么今天的儿女变得非常的贝逆呢 这是因为他们里面的空虚 他们里面的空虚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装满 所以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 所以他们就到错的地方去寻找爱 在数年前 我们在印度举办一个年轻人的特会 有一天我在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 所有这些来参加特会的五百个年轻人 我就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这样跟我说 我今天呢要祝福我们当中的孤儿们 所以我就请孤儿们到前面来 他说你叫这些孤儿们到前面来 我要祝福他们 我要按手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 所以当我这样呼召的时候 当我看见三百个孩子跑到前面来的时候 我都吓呆了 因为我一点 我怎么样都没想到会有三百个孤儿在这里 当这些年轻人一来到前面的时候 他们就跑到前面来跪下来开始哭泣 有些人呢是劫生尽力地哭泣 你知道我了解到有什么在发生吗 就是他们所有做过的伤痛呢 就在哭里面都把它收泄出来了 当我看着他们这样哭泣的时候 我就再一次听到主耶稣的声音这样跟我说 他说你往左边看 当我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是敬拜赞美团的一个 圣灵就跟我说 她也是一个孤儿 我要祝福她 过去抱她一下 所以我就去到那女孩子 我就问她 你是不是一个孤儿呢 她说我不是 我有爸爸 我有妈妈 我就想 你怎么会搞错呢 所以我就走开了 然后她就拉我的手 她就跟我说 虽然我有爸爸妈妈 可是我就跟孤儿没两样 因为我的父亲不爱我 我的母亲不爱我 他们甚至就当作我不在家里头一样 当她说了这话以后 这年轻的女孩就趴在我肩头上 不住的哭泣 有十分钟之久 她就哭得像一个鹰海一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 祂的安慰是忧伤的心 阿们 祂把父神的爱带入你的心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 借着所赐的圣灵 父的爱 神的爱 就交换在我们的心里面 第二个 祂是我们的老师 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十六节 尼西米第九章第二十节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祂会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 不是光是圣经 甚至连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祂是很教人稀奇的 你们相信圣灵是无所不知的 有没有 相信吗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 那祂的智慧不是光知道圣经而已 祂的智慧是无所不知的 两年前 神就呼召我开始在印度做电视节目 那原本我对电视节目是一无所知的 我唯一懂的电视事工呢 就是坐下来看电视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一类的电视事工 阿们 所以我是对电视事工一无所知 所以我就开始祷祷 我就禁食了四十天 然后神就跟我说该怎么做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书 就关于摄影啊这一类的事 当我打开书本 那个读怎么读怎么不懂 因为有很多的专有名词 你知道吗 圣经的从《创世纪》到《奇事录》我懂 我也懂得了四福音 可是对于电视的这些名词呢 我一无所知 所以我就想了 这些东西我怎么弄得懂啊 所以我就开始祷祷 我是主啊圣灵啊 祢得教我才行 如果你要我做这个电视事工 祢得教我才行 每天我就这样祷祷 然后我就开始读 然后我就懂得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灵是我们的老师 祂每样事都能教我们 阿们 第三点 第三点 祢会在我们里面 鼓励我们 来把未来的未来 启示给我们 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第十三节 真言的第一章 第二十三节 祂会把未来呢 启示给你 就是神对你的一生的计划 还有你的下一步 应该怎么做 还有做哪一种的事业 你要把你的钱投资在哪里 祂会引导你的 祂会给你智慧的 如果你不知道该买哪一个股票 他就会给你 很有智慧的指引 当然了 如果你很贪的话 圣灵就不帮你了 第四点 祂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第十一节 祂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很多时候你尝试 尝试过圣洁的生活 可是失败了 可是如果圣灵在你里面的话 祂就会帮助你过圣洁的生活 因为祂会帮助我们 来圣洁的生活 因为祂会帮助我们 来胜过我们的罪 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说的 所有我们生命里面的恶习性 所有罪的捆绑 只有圣灵能够帮助你去胜过这些 因为圣灵可以给你能力 因为圣灵可以给你能力 而且祂也会帮助你祷告 而且祂也会帮助你祷告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该怎么祷告 可是实际上我们确实不知道 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精准地对人 照着神的旨意祷告 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 就是如果我们祷告要蒙应允 这其中的一个条件是这样 就是说你这个祷告呢 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 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完美的旨意呢 那就是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 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26节 讲到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 那这怎么可能 因为祂自己是神 祂知道神的想法 然后祂会告诉你 祂来 祂这样祷告 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 你就可以得蒙垂听 因为圣灵自己本身是神 可是祂同时是你的朋友 阿们 祂是你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 祂会给你一些秘诀 就是一些成功的秘诀 当你使用这些秘诀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是不是呢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秘诀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祂会给你一些很有智慧的指引 所以祂会给你一些怎么祷告的一些巧妙的技巧 那这些祷告呢 神不会拒绝的 同时呢 圣灵会来改变我们 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请一起翻圣经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 Let us read verse 18 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八节 那我们一起开生来念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 得意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 就变成主的形状 融上加融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we are transformed 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 转变形象 from glory to glory 融上加融 after or like the imag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是变成主的形状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 this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which Adam lost 就是亚当所失去的工作圣灵来做成 当亚当犯罪了 他就失去了神的荣耀 他就失去了神的荣耀 他就失去了神的样式 那现在圣灵领导你 他会来帮助你 来改变你 来更新你 让你看起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Amen 所以这样的话圣灵还是叫我们害怕的灵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是一个奇妙的朋友呢 你爱圣灵吗 Amen 明天 I will share with you how we can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我会跟你们分享如何领受圣灵 and I will specially pray for you to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同时呢我会特别为你们祷告到你们领受圣灵的出来 而且我给你们保证 those who sincerely want 那些诚心的人 you will never leave this place without receiving the Holy Spirit 你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没有领受圣灵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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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